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开Live 说什么 将责任揽上身 又说得宜自己做得不够好 向粉丝道歉 是吗 一直看直播一直哭 其实发生什么事 先搞清楚 发生什么事 就是所谓的姜唐神徒冲突事件 是什么事 姜唐神徒 最有利的位置 看到是偶像 然后就吵架那些 好像也有一些保安 在现场想批准的秩序等等 首先呢 十五回省有很多条片给我看的 首先呢 在历代都会出现一些这样的事情 几十年都遇事 几十年都遇事 几十年都是那帮人才好笑 为什么呢 我不是说什么 姜唐那帮呢 现在都是依依 当年呢 可能是张郭榮和韩依依 其实就是他们这帮来的 那时候就是年轻的 那当然呢 你说陈寶珠就未必是他们的 萧芳芳 陈寶珠 未必是他们啦 那就应该 有 可是少点 老实讲 我从来都觉得 我就真的 我对MIRROR这十二个人 其实大家不要搞错 最多我说你的歌我不好听 但我对这十二个人是完全没有任何负面的感觉的 年轻人出来闯事业 喜欢娱乐人 你喜欢 不喜欢就不喜欢 亦都没有需要去吓他 但是你发觉 红到这样的MIRROR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 好像这么不喜欢姜唐 那么不喜欢Anson Lo 其实我真的觉得百分之九十的责感 就在这帮姜唐或神徒身上 当然 姜唐里面 我也相信一定会有些正面好的粉丝 神徒也一定会有正面好的粉丝 但是往往搞到这些事情 好像一发不可收拾那样 我还没看这些乱惹的 因为我赶着进来做事 如果我是姜唐 我会不回应 我是会不理的 但是可能他们觉得差点有个责任 即是出现有人受伤 需要出来说 但你给我 我就彩你死婆 反正 老实讲 我怎样去嗨 你就继续迷我的 但这个个个性格不同 他25岁 好了 他昨晚10点钟在IG上开直播 为事件 即是这个所谓的姜唐神徒冲突事件 作出呼吁 他说 开直播的心情比上台更加紧张 你越紧张就越被人当你小乖乖地照顾 你不断强调 其实在后面说他25岁 他真的不是小孩子 好了 他说今天开Live很想和大家分享的事 包括关于最近发生的事 他说要说出心底话 他说未必是大家都认同 但觉得不要紧张 即是希望大家可以听完他的一番说话 那其实呢 我都猜到他说什么 但是这班人呢 即是我们见得多了 他永远就算姜唐也好 神图也好 他觉得我就算让啊 那班人这么想的 大家就这么想的嘛 即是好像昨天我们说 即是有个香港女孩 Ramon 去到日本 那样的嘛 那些粉丝争先恐后 他说 我们最近刚刚在tour回来 知道机场粉丝因为接机 发生了一些不好的冲突 也都知道可能有人受伤 其实关于这件事 我包括公司所有人 我们真的很想去了解整件事 法国一百个人里面 有一百种不同的说法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阶段 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考证 这件事是怎样的 怎样的 我跟你说 就是互相生爱 当然有个是先搞事的 亦都可能互相 大家平时都看不对眼了 这样的情愿 由于各有各讲话 姜唐认为最重要的是安全至上 我觉得现在这件事 比这件事更加重要的 就是呼吁大家 无论发生什么事都好 以安全为主 这样不单止我 也只有我们所有人有一个大态度 他说MIRROR一直很感激粉丝的支持 但是发现出道至今 粉丝之间的冲突就越来越严重 真是屌尼老母 我真的忍不住 MIRROR那些粉丝 真是垃圾到这样的 屌尼老母 那些粉丝是 那些粉丝是否是黑粉丝呢 有没有可能呢 是否大家同一对 是否专专出来搞事 我意思是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呢 因为他们不是特意的那些粉丝 没有那些粉丝 我特意是搞事 等于有些人说 2019年有些 Sharon 不是警察 即是你說臨網上就可能真的走出來應該是小掛 如果說次次都出來 次次都專門做這些事 不夠膽說沒有 但是 我覺得機會不多的 不敢排除有些就真是這麼辛苦的人 但是會不會有些人是真的 因為心中心爭那種仇恨大到 等如以前 黎明 柳德華 譚明倫和陀哥 你想勸那些粉絲未必能勸到 甚至乎我不是真張國榮 我只是真姜雲的粉絲 就是這樣而已 已經是這樣了 但是我真的覺得很垃圾 我怕就得罪人了 但是真的很垃圾 這些垃圾人 如果我是姜濤 你回家睡覺 你們的臭字 幾十歲人 我那個年輕人 還要搞搞陣 幾十歲人你不去互相 勸教 還要搞搞陣 瘋狂線嗎 你 要搞你 要搞他 而且這些數量不用多了 少少已經 一兩個就搞定你 如果你這麼說 我如果是一兩個 那為什麼其他人不能夠抓到 你這兩個搞事 分分鐘啊 搞你了 搞事那些人不用出手的 搞事那些人在那裡撥 好了 我不知道怎麼做 我們都不知道怎麼做 我們一直呼籲 大家小心為主 安全為主 你們支持我們是一個很值得很開心的事 在每一次你們見到我們 可以說在你們人生裡面添到一點點樂趣 這個我們都會覺得很開心 是我們的責任 所以大家很努力去 想去完成這個責任 但是我真的覺得很心痛 你說我十五會去看裡哭 我真的不懂哭 我一定不會心痛 我會冷笑 別說我的婚子這麼笨 說真的 沒人希望支持自己的人受到委屈 或者受傷 但是我也不會希望我支持我的人去欺負人 我不希望支持我的人去欺負人 但是我也不希望支持我的人去搞事 去欺負人 因為我身為artist的最大責任 就是帶歡樂給你們 這是我們在MIRROR學到的事情 希望我們可以做得到 結果我帶歡樂給你們 但是你們自己是去搞爛搞震 搞到這麼不開心 有人受傷 剛才坦然在飛機上 知道粉絲發生衝突之後 他和Anson Lo都不知道怎麼辦 本身開開心心 去完Tour回來 很掛念家人 很掛念香港的粉絲 終於回到家裡 想著可以休息一下 努力再去做出發下一站 沒有想過會發生這樣的事 我和An Lo當時都有商量應該怎麼做 結果是沒有結果 我們都不知道怎麼做 唯有繼續呼籲大家 這個問題很難去解決的 你這這樣的賊檔 他自己去出兒樂圈 解決 是不是 不要玩 你老媽那麼賊飯 你老媽 你什麼 契弟 你會不會如果你有這樣的粉絲 你也會推出 我真的難說 看我夠不夠 他應該不夠 錢 我明白 他應該不夠 他應該是未夠的 如果夠的話,你怎麼會這樣做 不是,是這麼說的 如果他有這樣的性格,就未必有這樣的粉絲 將來都可能吸引了另一群粉絲 我真的不知道 尽管你有這樣的性格,都未必沒有這樣的粉絲 當然不知道 是不是很難說,因為粉絲心理控制不了 你難解決就解決不了,你找不到他出來 如果你是知不知道誰呢 直接真的宣佈了 肉糕到他跳樓自殺就是這樣說 原來這個,陳金鳳 身份證這樣說說說說 不要說了,否則是私隱罪 鄭美娥,黃玉芳 以後你不可能會做我的粉絲 你有這樣的粉絲,會支持你 但同時他會做這些,你真的會出這些招? 會辱他? 我的粉絲不會做這些 我們的粉絲哪有做這些浪狗的事 我們都未夠關給別人做這些 又明白的 同班當然不夠 但是我們沒有粉絲這樣做這些 為你們做這些不行 問題是 其實我是不明白他們 他們現在究竟是 為你的粉絲爭光 還是搞你的偶像爭光 還是搞你的偶像 你只是看到他們這幫年輕人 在生活裏面 在表演之外 還可以處理你這些事 即是如果你真是粉絲 你都不相信偶像 或者按一下 這幫是垃圾 這幫是垃圾人 這幫是垃圾人 我要吵你老母 我要吵你老母 快點 這幫是垃圾人 真是老實說 不是第一次說 不是第一次說的 二次上海跟你說 所有他們得到的好評 是因為他們的努力 所有他們的負評都差不多是因為他們的粉絲 就是關於MIRROR 好啦 所以 阿姜濤決定開LIFE和大家交流 他很自責 他說我和阿Lo在想 我們是不是還有一些地方做得不夠好呢 我們可不可以再走多一步呢 就可以避免事情發生呢 退出啊退出啊 阿姜濤退出啊 我自己一直在想這個問題 我是不是應該和大家說Sorry 我認為不需要 是應該他們和大家說Sorry 是不是因為自己做得不夠好呢 其實說來講去 我免得說那麼長 你不要浪費我回家看球賽的時間 老實說 我和Ancelo 都是為這些事情不開心的 因為我們之間都有被這些事情影響到 老實說 由造成到現在 我們各自經歷了很多不同的事情 我們一開始 我相信我和他都是 我們所有人都是 都是一群很單純的年輕人 所以當出道短短五六年 就經歷了這麼多事情的時候 我們是有互相不理解過的 但是我們後來都知道 大家緊張我們 才會有這些事情發生 所以後來幸好地 我們現在真是很好的朋友 因為我們是很好的朋友 所以更加覺得難過 不知道怎麼做 即是說之前被你搞到他們都是有點嚴規的 但是年輕人終於都打開個心扉 沒有東西的 但是他們沒有東西 是好朋友 反而因為你們這樣 令他們更加難做 因為粉絲衝突 我們兩個都很困擾 一直以來我都希望自己可以做得好些 無論什麼事都好 其實他的聲音是怎麼樣 我也不知道 我今晚回去嘗試看 否則學不到他 我希望自己可以成為大家的榜樣 所以現在還沒做到 當然做不到 如果我 好像你這樣 我真是大 為什麼呢 不敢發脾氣 要發生氣 25歲 姜濤 約你那群粉絲出來 黑心那些 黑心那些 你們現在怎樣 你們搞什麼 不肯對老 我的確有很多地方 大家批評得對 不是 那些武愛太泛濫 他們 為了要照顧一下 他們認為要照顧好這個兒子 結果就弄成這樣 跟你這樣 看起來 是兩回事 很多苦媽都是這樣 很多地方絕對不夠好 但是我想告訴大家 我是知道的 對的我會去聽 不過在這個網絡世界 真的要分辨哪些對 哪些是假的 都是一個學問來的 今天借片的時候 很多粉絲都擔心我 我也不知道你們擔心了 那25歲的人做什麼 很多事情 你們不懂得擔心嗎 那些是垃圾人來的 那些班 對不起 我也要這樣說 你可以擔心很多事情 這個世界 你關心你的偶像是可以的 不用擔心 你是不是沒有兒子生 所以要擔心他 你真的瘋狂的 你那些臉 一說起來就很流行 我都說到 在口邊留了很多句 那些傻事 你們怎麼全家死絕 那些傻事 已經 喂 你們借助一種惡 擔心他 你們抒發什麼情懷呢 我又不像社會學家 說 什麼 我們要殺名仔 我們政治 沒有話語權 不用去到上方上線的 問題 你們現在是 doing something 反而是在hurt這個人 而不是在support這個人 反而 不是第一次說的 你們的偶像 很多次 十五個都認為 他認同我這個說法 喂 你有什麼事呢 他說OK的 我都經歷過不少事情 說得對 那幾天我二十五歲了 我自己消化能力 就是說 你們不要再用這個態度 去這樣 我二十五歲 我大過兒子了 現在你的兒子跟你說 你怎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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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買人生雞給他 你怎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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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你的樣子 就是倒鏡 倒鏡 混蛋 我真的看到這些 其實現在搞事 那些是年輕人還是老 我都不知道 不過我先說 你怎麼說 你怎麼說 因為他的粉絲 通常年紀大一點 其實姜濤有沒有 十零二十歲的粉絲 但是你要有這麼多時間 有這麼多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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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這麼多錢 有這麼多時間 有這麼多時間 有這麼多錢 有這麼多時間 你覺得會有什麼年紀 我真的不知道 就是什麼年紀為止 我現在 其實我替姜濤 我替姜濤 其實我替姜濤 特別是她 她的樣子 我只能看下去 她是一個乖子 看下去 就是自右上去看 一個不是很會表達自己 她比較內向 但是她不是白癡的 她都在圈裡面 你不用下下 以火焦照顧她 take care 她自然 去搞糟糕 自己不要對她入座 你有沒有搞糟糕 自己心中有數 不要說她 真是糟糕 你怎麼想起 一講起MIRROR那些粉絲 即姜濤那些 我就想過了 糟糕 她的兒子有沒有這麼多關心 如果兒子有沒有這麼多關心 我真的很懷疑 不要說你應該要畫神童 不是畫姜濤 神童也是 一想一樣 不要不開心 神童也是這樣 我只是看到 我有些網友 我沒有聽過節目 每天登記覆神童 神童的照片 不是 Ansono的照片 然後說完美 走開一點 張國榮 走開一點 陳冠希 那些是真的喜歡 還是什麼 你認識她 她是真的喜歡 黑粉 但沒有理由叫其他人 即是不需要踩下人 是這樣的 瘋起來 在五十多歐 喜歡自己的偶像 沒有問題 但如果踩下人 會令到 時鈴彈 我現在沒有踩下 Ansono 和姜濤 但對於這些 自己不要對我 如果你問 你有沒有覺得自己過激 你媽媽還是人 人渣 納納納 你老母 就是 我廢話說 你喜歡姜濤 就是納納納 我不是這樣說 我才說得很難保守 是吧 不要再搞 我只是覺得他們 由第一 二年出道 不斷就是為這些 其實不斷就是為這些 在這裡 不斷停過 都說了 所有正面的事情 就是他們自己努力 比如歌完唱完好 跳舞會好了 表演在舞台上 所有壞事就是你們的粉絲 這麼想賓州 你老母 回家睡覺 行不行 不願意接她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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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你老鼠 好 方浩文唱 無線被人 他説 如果你要unfollow 就unfollow 你怎麼看這件事 有林二汶有supremoment 你有否跟林二汶 supremoment直接比 是的 第一 我經常都說你是那邊找到 所謂 最重要是你不要說西方 為什麼呢 特别林二汶 失方浩文 不會有點見比 方浩文最少 比如他有人話 或者他真的 你說他當然沒有何韻 少林二汶 還是那些 說這麼白 但是他所說的事情 一定是多過 或者做的事情 擺脆姿態 一定是兼顧過你 林二汶還有失方浩文 雖然失方浩文 有些人說他有看到他遊行 林依民其實我去到後來是何時才覺得他多了呢 例如很愛國 是啊 然後中華中 也不要緊 就是你的人的行為 令人愛國也不敢表達 我覺得那時候就多了 十分時去到後來是有時跟人鬥嘴他那一刻 是會令到人有些人 首先說我的立場 其實我真的覺得無所謂 我反而覺得挑別人上哪裏哪裏那些很有問題 那些叫王衛兵 我看一個人我經常都說 不是看他一件事 即使他這件事是你不喜歡的 或者做錯了也好 不用一頂打死他吧 都是要看他累積的 我首先說Support Moment Support Moment其實我都真的覺得是沒什麼大問題 為什麼呢 其實最大的問題就是去鬥嘴 是串嘴 但是為什麼會鬥嘴呢 其實我們也明白的 有時你鬥嘴上來就什麼 即等於 我真的要跟大家說 當日 拉屋棍是偶你 當然是執法者 譬如其他人 你猜他是不是一定全是藍絲 為什麼他都會這樣做 有時氣氛氛圍 鬥氣氣上來 林二汶呢 其實呢 他之前的表演 都是很正常的 所謂的正常真是很接近你們 首先我要這麼說 就算他不接近你們 我自己也知道有很多深藍的藝人 我不是說談判定論 但沒有表態 一句都沒有說過 你說你聰明也好 什麼都好 我真的覺得沒什麼所謂 為什麼呢 這個世界上你不能夠要別人 雖然我們認為是很正確的 但是你真的不能夠逼別人跟你一模一樣的 那些藝人也不是賺錢的 那些藝人也不是賺錢的 可能已經是退休了 他完全不需要照顧你們的感受 但是他一句都沒有說過 那我起碼看他的作品裡面 我就去欣賞他 但是你說一講虛話 就真的很難接受 好了 郝文當然不能夠直接比 即使去到林二汶 那樣林二汶 你倆是臨美 不是唱中華眾的也沒什麼問題 是臨美竟是串糕回頭 那一下老人 搞到那些人不敢愛國 為什麼愛國不敢說 雖然我明白為什麼那些人 會特別對他三個要求 即是你張建軒那些 一個人有所謂的 一樣的 即是失敗的那些歌 是一樣的 在社運輯拿了人家來唱 林二汶 即是當時是Viu彈出來的 不是啊 你現在譬如 方浩文 這幾年都是一向 喂 你現在譬如你不得選六號 這樣人家會特別反差大一些 這個是明白 但我記得當時林二汶上 我想音樂節目沒問題 你想台慶就不行 那現在方浩文都只不過是 想音樂去接 不是 我覺得這樣 有沒有用同一個標準 不是 我覺得就算是台慶也沒問題 你可以對他失望 那你就不要看 是的 也不需要我覺得好像 黃衛兵都說 罵得那麼厲害 不要喊殺了 不然你移終流程也好 繼續觀察 我想說一件事 我想說一件事 其實這件事可以關閉到 剛才我們MIRROR那件事 其實很多人一發覺 就是我們那件事一早就表明了 越來越覺得 喂 你那些黃衛兵 頂不了頭 很嚴重的 其實你覺得你是在做 當然你可以說這幫人 其實是有目的 是在做 consulate 就是鞏固這幫人 還是什麼呢 老實說 自由社會 方浩文我們用了一個長時間看 真的很長的時間 是吧 首先 其實他的藝術作品是很難假的 他是一個什麼人 他認為 上電視台沒有問題 我們就聽其言觀其行 你不喜歡就不要聽 就是繼續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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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說 喂 為什麼你不去上Viu 那些更加好笑 又是說那件事 Viu有沒有請他 Viu是不是代表黃 不是啊 你不要這麼好笑 當然 TVB 一定是代表high 但Viu也未必是代表不high 那你說什麼 彪哥啊 什麼料啊 陳什麼 還有 金儀 心美那些 一些人不承認 他去 TVB 他利家森 都有一些東西 沒有問題的 他容忍的 沒有問題的 所以可以 因為這次這件事 你對他上Viu是失望的 我也不需要失望的 下輪後回來 不用一棍他打死 然後就馬上 當然這個是你自己的選擇 還有呢 說真的 永遠 其實也是這樣的 說真的 永遠呢 就是 歡喜 就二人 你有沒有淘寶買東西 有沒有不上 喂 你很簡單 我想問大家 香港 如果說香港 方浩文還有什麼平台可以發展他的事業 就是 立不上來就沒有了 是不是 很簡單的嘛 老實說 屌你了 說的話支持這件支持那件 屌你了 有沒有真的 就是我不需要按什麼的 不用 不用 你沒有一些可以表達你的 你的實況 但不需要 不用的 甚至乎 好像打死他一樣 甚至乎 說真的 喂 TVB 有人看TVB 其實我都沒有什麼問題的 不過他那些TVB的東西真的不好看 是不是 如果你說 喂 突然你們說晚上TVB重播 譬如說大時代 有人又去看 那有什麼問題 沒有問題的 我真的覺得沒有問題的 譚明倫 在演唱會有人去看 你又在門口吊交人 你香港就有你 還支持譚明倫 人家的招致 你都不可以 例如郭富城幫美心舉辦廣告 那你有很多的腳口掌 譬如麥當勞 麥當勞 說什麼 我都不逼他這麼喜歡 我又不會一下全部 我基本底線就是你不要說虛話 是啊 不是這個是基本的 不是 我再退了 我已經是 虛也不等於說虛話 不要太虛的虛話 我已經再退了 現在我沒有什麼了 你說去到和唱歌 就是我本來上播 現在 就是我開始慢慢探了 我準備 在來日我會播一下 溫娥啊 V哥哥 搞得到我屌 你想又要再雪進他們的雪櫃 你沒辦法 你不斷做些虛行 是不是 如果不是 就是 我講虛話都不重要 我已經去到 不要太虛 就好像李國林那樣 屌你 他其實沒什麼虛話要講的 只不過是說 講到最後都忍不住暴露出來 女兒就有興趣 李國林之前都講 有 最後不是 去到英國 他那些已經不是很虛 對我來說 當然很多事情是對你自己的要求 比如我一定不想 我一定不淘寶 沒有所謂的 我尊重 會去DVB 沒有問題 這絕對是 尊重 沒有問題 很尊敬 百分之一百分尊敬 你做一道就真的好 不過如果有些 譬如他也有去付出的 可能一次半次 你不上DVB 可以移中留情 就算我去不付出 人是自由的 總而言之 不肯 不過又明白的 因為期待太高 所以有時候 都是要放鬆一點的 要吃飯的 不要說太細細話就算了 你不是撐 撐堅堅的那些 譬如我尹斯 黃耀明 但是又不是很撐 就像香港電影一樣 那一刻才是大流行 你也都很慘 喂 你想想 有什麼工作 有什麼錢賺 是吧 唉 老實說 明天我就放浩文 我就撐他 好 明天再見 拜拜